上班一条龙 下班放轻松 是不是可以让学生 能够提早的去体验在职场上面 应该要具备一些观念跟能力 对 没错 那六年前 我们最早跟四星大学 有一个叫做持习计划 还能将每天发生式拍照 并记录在日报上面 来提醒自己 或是来做一个自我检讨 那这样的过程 真的每天都有进步的感觉哦 也实在想 会不会我和其他实习生一样 日子都过得很充实 很快乐呢 然而 还有更大的挑战 在后面追着我呢 看一下 我后面都有 都把人整齐 笑起也放一起 什么的 谢谢我只管把这些整理这么好 方便备货 加快时间 参加了说明会 以及 卫教活动之后才了解 必须对你的产品 有一定专业度的认识 以及 面对医生时 要如何回答一些 专业的问题 才能让客人 放心的关门我们的产品 平常除了烦恼的报告之外 老板也要求完成一些重要事项 例如 将鱼池打扫干净 与燕博合作 和鱼儿努力 对抗了许久 终于完成 也学会如何在苦中做乐 好了吗 好了就可以开始了 OK 一个山 一个墙 中间缺一个运脚 一个远 一个船 远船电信 不会当 台湾一夫妻黑幼 有缘有机证明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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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ty I love ocean spray I love ocean spray Daisy good City 終於到了尾聲 那我们 有缘 再相会 谢谢你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